Li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伯根蒂了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的地圖 好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2000分的比賽 分數其實也是蠻高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吧 那我們先來講伯根蒂 伯根蒂的打法應該都是打這個馬舊開局比較多 封兵路線比較少一點 但帝王時代可以打這個火槍 伯根蒂的火槍也是蠻痛的 而且撐寶斯大家也可以考慮打這個馬上輕裝騎兵喔 整體路線來說是打一個火槍騎馬路線喔 那後期還可以再轉一個 這個革命一波流 那這個後期如果有看到我們再繼續講 好 接下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 算是全方面的文明喔 那他目前這個對戰來說 印度斯坦是康克到伯根蒂的 那伯根蒂這個文明是馬國的關係喔 那印度斯坦有這個帝王駱駝 最強的駱駝 那這個駱駝呢 算是印度斯坦的一個命脈 那基本上是康克伯根蒂沒錯 但伯根蒂也可以出戳戳 所以如果印度斯坦看到對方戳戳很多的情況下 他可以出這個火槍 那印度斯坦本身也是一個火槍文明喔 他的這個印度火槍喔 可以增加二射程 所以傷害上來說是比伯根蒂來說是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我個人認為喔 這種遠程單位喔 射程才是比較重要的 那傷害其實算是次選的一個重要地位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這個文明來說 還是比較康克一點點 普根蒂的 好 那單挑來說的印度斯坦的前期喔 也是會打洛馬居舵 但是一樣也是打工兵開局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全能的文明喔 工兵路線也是三級色 所以打步兵的話只有古拉姆防禦稍微差了一點 但古拉姆本身就是針對遠程單位的喔 所以他的這個防禦沒有滿 好現在也沒關係喔 畢竟他這個古拉姆基本的遠防就很高了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快進一下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喔 那目前看起來印度斯坦是要打馬喔 結果開了喔 這邊是選擇了三木 然後配四個 然後後面的野豬路都有在趕 那是蠻正常的 那接下來看伯根蒂 欸伯根蒂的話開局也是三木開 後面補到四個 那這邊的話打羅馬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欸但這邊直接轉出另一個伯木場 那可能是要打射箭場了嗎 小公開有沒有可能 就算是羅馬開 OK他只是提島去把木頭補到八個人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赤桶已經往前了 那目前印度斯坦的羅馬海帶生產 第一線沒有直接出去喔 反正是對方伯根蒂有一個主動權在 而且這邊還偷按了一隻長槍 並要來針對對方的羅馬 給對方羅馬壓力喔 讓自己羅馬 能更有機會喔 抓到這些圍圍牆的村民喔 但是目前看起來印度斯坦是要打算圍死喔 那圍死的話情況就會對他來說比較舒服一點 雖然他這邊圍的範圍蠻大的喔 但我覺得圍的還不錯 至少不會投資太多的這個防禦資本在上面 而且第一時間就有為好 所以沒有被騷擾到 基本上經濟不會傷到哪裡去 尤其又是對方打一個強攻路線 然後自己又防守到很好的情況下 那就會稍微有點小賺 那我覺得目前看起來齁 其實印度斯坦也沒賺多少 因為本身博根蒂人 他這邊板打強攻就是要為了要讓自己的這個二級木二級農 有這個更好的產出經濟的一個優勢 所以本來就是要出一些兵在前面之後的時間喔 讓後面的經濟喔 再更好一點點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博根蒂有優勢 那印度斯坦顯微被動一點點 但是博根蒂家裡也是為好的 本身也沒什麼太大漏洞可以打 好那我們就先稍微再繼續加速 看下去 好那目前看起來博根蒂人 待會要直接直層喔 這邊再存支援啦 好那博根蒂也是稍微按些槍柄來防守而已喔 並沒有出太多的騎士 喔出太多的侍候 下班這邊再追個一下 好 香香兵過來想要解 人數量其實蠻多的 好那第一時間上博根蒂 陳寶時代的果然是博根蒂了 那博根蒂一上陳寶時代 這邊是按下兩隻騎士喔 那這邊 居然還抓到博根蒂的開TC的位置啊 這個洛瑪就很賺了 好洛瑪這邊點下了品種跟異級攻 限量稍微提升一下 攻擊力的上升 好這邊蓋一個房子 要擋下嗎 沒有 有 這邊沒收到 有點可惜 剩下9滴血 好的 那目前看起來 這邊的騎士 有點抽到出門的時間了 這兩隻刺頭就在拖有時間了 我覺得拖得相當好 這邊打得蠻漂亮的 這邊其實只要用一隻騎士去追就好 或是用長長兵去追 基本上騎士喔 不要一直在這邊 一直在這邊 繞路喔 趕快去對面家裡 逛一下 或是給他壓力喔 會比較好一點 好不然這樣子 你這樣一直去追他 然後這個 刺頭其實給的壓力沒多大 基本上村民去用拳套扁他 也是扁的贏 你看這邊村民平常好便宜喔 那這邊 剛剛騎士稍微 被delay到了一點時間喔 那這邊delay到之後 看要怎麼再繼續進攻比較好 那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情況像是 博更帝可以打算打一個 BK強攻路線 直接在這裡蓋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 投車開閘 也是一個選擇 不然就是直接挖石頭 踏城堡 也是不錯的打法 那目前的話 馬國對戰來說 還是會偏向於 修道運開局的方式喔 塵寶時代騎士暴 然後再按下修道運喔 去減聖物喔 跟招搶對方駱駝騎士的一個動作 會更好一些 那目前博更帝 有點算是半倍壓制的情況喔 可能要先拉一點騎士回來 救一下修道運的生旅 就比較好 可能現在的生旅還會被對方的刺猴Counter 那只要對方刺猴數量還是夠多的情況下 自己的生旅就沒法這麼的 跑上前前壓 那這邊補了更多弱頭過來 繼續給對手壓力 那印度斯坦經濟有點失調 木頭有點不太爆亮了 這邊可以上個高地反打一下 但是博恩帝有長香兵 其實也不太好打 那這邊剛剛在修道院了 OK 果然印度斯坦這邊也下一個修道院 3TC也開了起來 那這邊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印度斯坦經濟就可以開始慢慢追回來了 雖然印度斯坦在上一次的版本 這個肉量的 村民的節免的 肉量是有被nerf到了 記得之前是減25% 那現在減到城堡時代只有20% 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是也沒關係 差了5% 有節免還是蠻重要的 那省下來的肉 就可以多出點起死 或是出這個駱駝 好 都是出駱駝 好 那3TC補下 我們持續補 好 那下半我些駱駝也在持續騷擾 那目前一直三分兩隊 一隊是騷擾對 一隊是拖延時間隊的 好 這邊是 拖延時間用的 好 這三次後就是拖延時間 有夠拖 好 這邊重重騎士也升級好了 博更帝這邊由於有城堡時代 就可以升級騎士的能力 好 家裡用三旅負 防守 這邊找到一隻駱駝駝鑽 這個駱駝可能暫時不能先出去 可能會被追著打 好 正面直接抓到 對方的赤猴的路線 好 這邊趕快來撿生物 這邊撿生物很重要 趕快來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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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優先點一下神聖思想 想要讓自己的生女存活路 變高一點 增加這個生女的 著想成功率 因為血量易度 只要多摁個一下 多扛個易道 就有機會 多招到一隻 對方的單位 就很賺了 目前 博更帝是打一個 雙修道院的打法 這個會有點兇了 雙修道院的話 這個生女戰 打的會有點猛 那這邊要不要考慮一下 印度斯坦轉一些清奇兵 哇 果然升級了 清奇兵 看到這麼大量的生女的話 通常轉清奇兵的結果 是會比較好的 哇 這邊還等下宗教狂了 真的是要來信教大戰了 你要不要信教啊 看你找到 這個再回頭一下就找到了 好 這邊要趕快補一下刺猴 刺猴要補數量多一點 現在是三馬就在採出 那TC的部分已經慢慢運轉起來了 農田也是灑的穩穩的 後面的金礦處 是在這邊喔 有點偏遠地帶 好 這邊駱駝燒到不錯 砍到了兩隻村民 那這些駱駝其實給對手蠻大的壓力喔 你等一下被逼回來救一下家裡喔 這邊印度斯坦的斯文蠻棒的 家裡正面出駱駝 跟這個輕騎兵喔 去做正面抵抗 後方又一坨駱駝 給對手壓力 沒辦法讓他輕鬆出門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會有什麼一個火花 好 目前看起來 正面要來大戰了喔 這邊找到一隻駱駝 博恩第一拿到了一點點的優勢 後面要繼續找到第二隻駱駝 這邊生理的 招享的時間 並沒有被中斷 正面直接開打了起來 因爲西坦的駱駝 這邊的駱駝 雖然有點天掃 後方的駱駝 也在做駱駝 但這邊第一時間 遭殃地獄的大戰已經輸了 第一戰打錯的情況下 博恩第一拿到優勢 拿了一個城堡過來 後面的駱駝過來 做一個拯救動作 那這邊要救回來可能有點困難 因為對方博恩已經上了這個 重裝重槍兵喔 打這個駱駝 傷害可能是十大十穩的 很強勢的 好 那這邊駱駝看起來有點烏駝看 但是後面床上兵都從來的一些駱駝 有點尷尬 這邊打不太贏 後面還有兩隻駱駝 還有沒有被解決掉 這個城堡也快被蓋起來 第一時間清潔兵出來砍一下駱駝 駱駝駝 駝駝駝駝駝 血量有點多 屬於血 終於算被解決掉 但是這邊還是有很多的長槍兵 而且還在蓋城堡 城堡最終還是被蓋了起來 這邊村民趕快跑了 哇這裡還有個洞欸 哇這個洞沒有堵起來 然後村民還會被射死 這裡有點曬 完蛋完蛋完蛋 有洞有洞有洞 還沒有尾 尷尬了 這裡有一個小 可以鑽 後方駱駝直接到後方也是 砍了一些村民 還蠻多的 剛剛我們在看正面的時候 後方這邊TC的村民 也是被打掉了非常多 不錯 正面看起來 還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長槍兵一直進來 而且還有馬上新裝兵 可是洞駝駝的攻速還是很快 做反打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重點是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有點太虧了 這邊又洞駝駝直接上去 應換對方長槍兵 沒有辦法 這個第一時間沒辦法 換得很好 那這邊趕快印度斯坦 蓋這個城堡比較好 這邊最好是起一個高地堡 去跟對方換比較好 還可以守一下自己的土金 跟這個TC後方的經濟狀況 後方蓋下一個射箭場 那目前印度斯坦還算是比較主動心一點 雖然看起來印度斯坦表面上是比較劣勢的 但後方這些駱駝一直有抓到對方村民 我覺得蠻賺的 並沒有說非常髒這個經濟 或是到完全不能倒的一個狀況 那博光蒂這邊稍微有點囤資源 雖然長槍兵一直有在按 這邊黃金樹其實有夠多的 可以考慮存一點資源 像成老時代或帝王時代 直接開拆對方的TC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這邊 直接轉戰項會有點風險過高 而且還轉工兵 雖然工兵是為了要打這個 長槍兵是沒錯 這個策略是不錯的 但是 現在你投資這麼多資源上去的話 對方如果直接塑上帝王的話 就會有危險 那剛好博光蒂這邊是沒有把所有的資源 純資源上帝王 這是比較慶幸的一件事情 不過他這邊只是上帝王 然後長槍兵硬扛的話 還是很有可能 這個會有一個時代差的問題 很容易就直接上帝投降 之類的 那這邊博光蒂沒有直接印上帝王 反正還是穩穩的 出了騎士做防守 可能是看到對方出戰項 知道對方可能要來攻城 這個城堡可能會守不住 而且後面還有攻便 而且這個長槍兵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好 勝率回來找一下 唉唷這個要找到囉 這個第一時間沒有回頭 好長槍兵過來看一下這邊 好狂兵過去 好二級色也補下 但還沒有彈到血 後面補下大血 應該是要來補這個彈道血 但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要來先點帝王時代 但這邊還沒有要點 有點怪怪的 這邊應該可以偷點贏下帝王 好 好 從你繼續按 但他這邊有點小小斷村 是故意的嗎 斷村上帝吧 欸對唷 他這邊在斷村 好 這邊到了帝王時代 這邊可以找我一波 OK 找到兩隻騎士 走出來 當然這裡沒有點下帝王 所以這邊在打鬥的過程中 沒有點到帝王 我就有點虧了 這時候普恩帝 再打到一半的時候 偷偷點一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那目前有優勢的就會是 這個 普恩帝人 所以普恩帝人的 遊俠 升級只要半價 所以待會 他有可能會打個 地出遊俠 升級 就是待會 一陣子才要注意的一個點 因為他只要一升遊俠的話 自己的落手 很有可能會打不贏 對方的遊俠 那這裡就要注意一下 對方的一個策略打法 好 這邊城堡蓋好 這根城堡建得不錯 戰槍過來稍微擋一下 長王兵要直接撤嗎 這邊要選擇直接撤走 直接一個大撤退 好 那接下來 博恩帝 待會應該還是會直上級兵 還有這個遊俠的部分 就去打一個步兵 加騎兵的一個作戰方式 那在後期 如果遇到對方太多的這個駱駝 或者是 應該也不會出到火槍了 如果他出古拉木才會有機會 但古拉木其實有點小小 跟火槍兵打到55開的感覺 那我覺得 目前博恩帝人 這一把不會出火槍 而是會轉一個步兵路線 步兵攻防全身 還有馬凱 然後待會 再上這個 化學 化學應該不會再上 趕快直接轉這個 博恩帝 革命波流 看起來也是一個路線 OK 這邊點一下 級兵跟遊俠升級 三級防禦點下 站下後面也在做升級 化學點下 這邊印度斯坦點化學 可能是要轉火槍 或者是直接讓這個工兵繼續升級 好 這邊三級射點下 奴兵再加化學攻擊力5加4 這邊要轉戰毛兵 好 由於不是我想的關係 傷害有點差 但是沒有關係 這邊本來就是要 應該用洛主來打 但我覺得 博恩帝這邊上的有點早了 但我覺得這邊的想法 可能是要 趁對方還沒有 升到洞中路頭 或是地龍路火之前 想要削減一波 但我覺得這邊有點太魯莽了 你既然都已經點下了這個 遊俠升級 應該就要繼續保存實力 盡可能的 不要讓自己損失太多的 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或是這個 騎士的數量 這個騎士的數量 真的要保存一下 好 這邊千奇兵 騷擾得還不錯 印度斯坦這邊的一個多線打法 還是比較有一個 影響力在的 這邊 赤火一過來真的是 無法無天 有夠難打 好 這個城堡 繼續修 選擇人有點少 但還好這邊是高地 有點微高地吧 還沒有完全高 只有站到一點點 OK 看起來兩邊都是偏高地的 但是這邊 巨型投資機 比較多的是印度斯坦 四巨頭 對上兩個巨頭 而且這兩個巨頭 還被拆掉 那目前就是 要如何保護自己的巨型投資機 是個重點 這邊居然 頭到一半老王 把這個巨型投資機 往後拉 可能覺得正面的部隊 力量太少 有可能會被對方 流霞衝一波直接倒光 還不是蠻有可能的 這邊居然點一下護衛技術 點一防 這個是要幹嘛 這個居然不先點三攻 這邊點防禦 啊 你也要出長相兵 我的天 你打伯恩第一出長相兵 這個怪怪的欸 因為印度斯坦的長相兵沒有三法 打起來很容易打出 而且我記得也沒有擊兵嘛 打起來很容易打出 而且我記得也沒有擊兵嘛 對啊 那這樣出長相兵 就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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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還好後面有攻兵 攻兵的一個 解對方擊兵效果性不錯的 對方擊兵 對方擊兵 上去有點危險 可能城堡都掉了 哇 直接垮掉 但這邊的重裝落脫 也是躺下蠻多傷害 後方的攻兵也是無情開射 自由射擊 後方有一些 防禦兵過來擋一下 好看來他這邊轉防禦 的原因是因為自己 已經沒有太多防禦了 可能自己轉出防禦來擋 在這邊戰相的獨行 效果還不錯 這邊大象直接要頂爆這座城堡了 擺一下直接倒掉 哇 雖然自己的攻城戰相全部送光 但是對方城堡也倒了 這邊正面繼續硬打下去 可能普根地退出大事 趕快退一下 因為自己的 級兵數量已經變少了 哇 這攻城戰相 鬼盾啦 鬼蟲到後方 可能在開戰前喔 他的大象就在這裡 然後直接往下開頂 好 普根地目前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尷尬了 對方有工兵 又有駱駝 還有城堡兵 自己要完全打贏的話 不能出擊兵喔 那如果繼續出優雅的狀況下 又可能會被對方的駱駝 甚至會有地龍駱駝出現 那有人說 欸那這個情況要怎麼打 這個情況我覺得 普根地還是可以考慮喔 做點 轉一點火槍出來 來打會比較好 但是火槍會被對方的 奴兵 擴兵 但其實說被擴兵 也是4-6開喔 講嚴重一點 可是3-7開喔 至少不是完全被擴兵 而且至少火槍打這個 草擁兵喔 跟弱火槍 像我都是不錯的 所以普根地這邊 轉點火槍來說 對他來說 正面的壓力 也會比較小一點點 好 這邊級兵在上邊 說一下 好 好 好 那一隻閃這邊不錯 龍龍兵在後方 高低速度輸出 那目前看起來這一波 印度斯坦是有點劣勢的 這邊級兵數量真的太多了 而且三攻三防多好了 印度斯坦這邊三攻還沒有好 三防也是喔 防護來說 最重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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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駝的防護也沒有點起來 就有點虧了 而且攻擊力也沒有好 所以正面的那一波 很容易就打輸了 好 帶到後面 有下更多長槍兵 兩邊這邊 中間打到血流成河 這一坨攻兵真是價值連城 出的真的是很值得 已經射了非常多的長槍兵了 跟這個 跟這個 尤俠 雖然尤俠抗電視能力還不錯 有防七 補兵的話 49 因為他印度斯坦是沒有搶我 有關 endo 岩 看起來 巨盡頭司機沒有了 現在工程有點困難 印度斯坦這邊絕 bite有個漏洞 真是 完蛋了 直接鑽血進來 包圍這些農民 農民直接損失一加半 但是還好一部閃向已經快要接近滿人口重量了 經濟上來說雖然稍微略輸一點點的感覺 結果博更帝這邊爆名流升級好了 頭來民民兵把所有村民變成戰鬥單位 攻擊力高達16的民兵 防禦來說是1314 算是正常的數值 至少不是零防 所以抗正面來說還是不錯的 但是這邊博更帝工程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有可能會沒有足夠的工程器 這邊工程器是非常重要的 兩個城堡 兩個對頭來打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民兵來說是相當害怕對方的工兵 所以這邊上高地的工兵真的是做了非常多事 而且這邊民兵大部分玩博更帝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不會同時集結好再一次重複 然後是直接一升機跑 就開始下水餃的一個一個慢慢送 這就很尷尬 好但這邊博恩利這一波集結機還不錯 大量的女王集結跑得過來 好但我覺得這邊要再重新集結一次 不能再繼續往前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有小盡可能去抓到對方的工兵會好一點 好會找個機會去打工兵 好就一頭時機要繼續往前跟喔 好那目前印度斯坦壓力非常的龐大 因為你現在出長槍兵是完全打不贏對方的民兵了 對方民兵比你的長槍兵還要兇狠 但工兵在後方是不唯一他的命脈 工兵能打多少隻的長槍兵是個重點了 好PC收村 收的人也不是很多 傷害不是很高喔 好飄成印度轉出了火槍 我轉火槍的話就還有機會了 好這一波 明明打得還算不錯 並沒有下水角 確實有給對方到一些壓力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遊俠居然是到處偷村民 雖然這樣也不錯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趕快把對方鼓勵解決掉比較好 感覺這個水角下的差不多了 好繼續跑繼續跑 看起來跑完要被騎遊俠收光了嗎 這一頭工兵 比這個窄口 啊還是沒了 但是還好前面的民兵數量已經被大幅減少了 而且這個城堡也是擊倒了一些民兵 效果還不錯 但不想看起來印度斯坦有點浩劫重生的感覺 這裡好慘 這邊遊俠還在圖村民 這個這個這個生女怎麼在這裡 生女可以招我一下 他一定沒有看到這是生女 他以為這個是村民 一定是 啊尷尬 那目前印度斯坦的村民數量只剩下78隻 這邊軍銀頭司機沒有解掉 剩下的民兵在這裡做防守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可能待會要再補一下經濟喔 才能再做一波反攻 那普光帝這邊也是喔 要趕快盡可能把自己的村民樹拉起來 因為家裡本身已經沒有太多的村民了 好這裡要趕快把經濟補起來 好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那正面打掉火槍 數量慢慢跌起來 8隻 那這邊又轉戰矛 這邊轉戰矛就有點微妙了 好那這邊清洗兵應該是居居落下而已 那村民樹目前是印度斯坦的領先啦 經濟上來說可能會比普光帝好一些 那這一波之後呢 普光帝會有一個很大的空窗期喔 基本上沒有太多經濟 需要按更多的村民喔 把這個經濟補回來之後 才能跟對方正面去複打 那印度斯坦這時候補下這個 手推車喔 後面發現自己經濟沒有補好 那這一波清洗兵抓到這邊黃金礦 挖黃金的村民蠻賺的 那一波之後要怎麼繼續打呢 出東城戰象 不出巨頭了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不能給普光帝太多時間喔 該正面打的時候還是要正面打 哇這邊直接圍一個萬里長城 直接把家裡圍死啊 哇這個圍得蠻漂亮的喔 那如果正面圍死對方不能騷擾 只能從正面進攻的話 對面只能選擇正面硬扛了 這裡毛兵給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打對方的村民喔 跟這個級兵殺量都是頗高的 好啊 哇怎麼看都是印度斯坦已經穩了 好這邊級兵最後一波送掉 正面也快要扛不贏直接打出了GG 果然是這樣子喔 我想說他這樣怎麼打 這一坨他完全解不掉 經濟才剛回來 這邊要暴兵也來不及 雖然有黃金跟石頭 跟肉 但這邊第一次要解掉STEP TIKEN 那級兵雖然可以暫時扛線喔 但扛到後面的結果 一定是會被後方的毛兵 跟火槍給射爛的 那正面有這麼多的單位也打不贏了 前方還有攻城戰項繼續做一個輸出 現在雙面爆開啊 真的是打派了 被死印度斯坦一波流之後 沒有給伯恩帝更多的時間喔 那我覺得這是印度斯坦後期打的一個不錯的點 好稍微看一下經濟的狀況 經濟狀況看起來印度斯坦是稍微好上一點 村民的這個數量上市比較多一點 那除此之外呢 是伯恩帝中間這一個 這個什麼 民兵一波流的關係喔 讓他直接往下垂爆這個經濟啊 直接斷頭 直接倒台 經濟直接歸零 然後再慢慢往上爬 這個有點像那個 武漢肺炎的那個時候 那個股市大跌的那種感覺一樣 往下直接一大根 然後再慢慢攀升回來 這這這很難像的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要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